但是如果有些地方你實在想不出來 比如說像那個路接到這個公式 那如果你實在也想不出來 那你可以試著利用AI看看有沒有辦法幫你產生 那目前我想到的 我是覺得AI目前能夠幫忙的大概有幾個方向 第一個就是用AI可以幫你生成公式 然後並且告訴你使用哪些函數 我是覺得這個是辦的 那你敘述可能要清楚一點 這個我想你們可以分別利用上述三個AI的工具試試看 最好如果可以的話 你還可以告訴你自己使用的心得裡面哪一個是最優秀的 或者是說相對起來 可能在某些部分上面是比較好的 那這沒有絕對 然後另外的話如果你的公式 比如說他給你生成的公式 發生錯誤 那假設你